那不过这老书很邋遢的 那又喂食 移下去偷食那怎么算 怎样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传奇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定义 而接下来要讲的人物 他的一生称为传奇 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 爱国并不是作秀 无数行为证明这位亲历过港澳回归 国家富强的赌王 是从心底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感到骄傲 众所周知 何鸿燊曾于2003年 把价值600万的圆明园诸首铜像 捐给保利博物馆 还又一次花费6910万港币 购得圆明园马首铜像 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和澳门回归20周年时 把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为其百年回归之路 画上圆满句号 但是何鸿燊向国家捐赠的珍贵艺术品 远不止于此 2007年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 何鸿燊向中国国家博物馆 捐赠五件艺术品 包括油画 南京条约 世纪大典 毛泽东会见西司 青铜雕像 毛泽东 邓小平像 在9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捐赠仪式上 何鸿燊发言说 他们既是新的艺术创作 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 他们诉说着香港百年的故事 凝聚了回归祖国的喜悦 也宣扬了爱国爱民族的崇高精神 我相信 当你们在欣赏这五件作品时 不单是眼睛在享受 而是会从心底里有所感触 有所共鸣 因为我们与生俱来都有一颗爱国的心 因为我们都已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此后 何鸿燊向国家捐赠艺术品之举 也从未间断 国内重要的博物馆 也可见他曾经留下的足迹 在故宫博物院的景人榜上 何鸿燊的名字位列其中 何鸿燊的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何老不仅在文物保护和传承方面 给无数国民做了榜样和表率 更大力赞助在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 可以说 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里 所有的重大历史节点 都能看见何鸿燊的身影 千禧年前 何老为筹建北京人民大会堂 澳门厅两度捐资修建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为表达对新世纪国家更上一层楼的祝愿 他出资三百万 支持北京兴建中华世纪坛 正因如此 他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 成为第一个获得如此称号的澳门人 2001年 何鸿燊作为澳市美顾问 在得知北京深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 他和澳门工商界人士40多人 向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捐款 1400万元澳门币 用于兴建奥运场馆 国家游泳中心 其中 何鸿燊以个人名义捐款的数目 高达1000万元 现在水利坊里有一把刻着何鸿燊三个字的椅子 也是国家寄予他的贡献专门给他留的 他也因此 获北京奥作为授予捐资 共检功勋荣誉章 在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发生后 何鸿燊更是毫不犹豫地 向四川汶川地震灾民 捐献1000万港元振迹款 与祖国同命运 共还奈 而何鸿燊最大的贡献 要当属1990年成立的 何鸿燊航天科技人才培训基金 虽然很少有人知道 但是这确实是他所为 并且已经存在30年 该基金会于1993年 在河北廊坊市建造 何鸿燊培训楼 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培养人才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 何鸿燊还资助国内政府机关的科技 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出国进修 同时邀请国外专家和学者来化进学 促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他用无数的行动 证明自己一生 对祖国的权权赤子之心和热爱 在何鸿燊身上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 爱国企业家的民族担当 还感受到了他从心底里 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感到骄傲的情怀 只可惜 一代传奇终究落幕 留给后人无数赞泰和惋惜 2020年 在这个不确定性太强的年份 何鸿燊的离世 更为这个年份增添了一丝悲伤的印记 当之无愧的爱国企业家 何先生一路走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